是否可以理解为哲学是脱离神启示的思考呢 哲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那如果是单从世俗哲学来看的话 那个世俗哲学也不能完全说脱离神启示 因为什么 哲学的思考是在一般启示里面 一般恩从里面 一个人如果离开启示 如果大家还记得前几课讲的话 离开神的启示人是不可能思考的 虽然人有理性 有灵魂 有智慧 有悟性 但是如果上帝不起示他自己 透过一般启示 人就不可能有思考和知识 所有的知识都是从启示来的 不管是福音 特殊启示 一般启示一样 只不过是当我们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 我们良心里面产生好奇也好 思考也好 开始观察宇宙 对宇宙有这种探求 这也是一般启示 一般恩从的结果 宗教 文化 科研 都是一般启示的结果 一般恩从的结果 没有神的知识的启迪 或者光照 这个一般恩从的光照 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所谓的学术和思考的 所以从更广的角度 哲学的思考也是神启示的结果 只不过是这个启示不是特殊启示 当我们悔改信主以后 接受真理以后 这个世俗的哲学性的思考 渐渐被真理特殊启示的思考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接受了一种所谓基督教的世界观 基督教的哲学 所以这个哲学就是 不管是那种堕落人的思考 就是变成一种思考了 一种理性的活动 所以我们前面也说到 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 所以这不是冲突的概念 但是我们会区分 信主前的思考和信主后的思考 一般领域的思考和 在神恩典当中的思考不一样 在神恩典当中的思考